玉儿都病成这样了 皇后就不能让官家见见吗 昨日 太医院最善儿科的胡太医 为玉儿诊治过后 我让他来过仔细问了 胡太医说 玉儿此次依旧是喘疾发作 用上药 已经缓过了危险期 但是要根治 的确很难 须得耐心慢慢调养 张才人也不要太心骄了 不要太心骄 娘娘果然是没有当过母亲 当娘的 看着自己的孩子受苦 能不心骄 我 娘子 心骄是一定的 但既然已经当了娘 就不再是一点不开心 就只会哭闹的小姑娘了 至少学会控制自己 学会保护孩子 比如现在 玉儿发着烧 你带她出来 若再着了梁可就不好了 若丹氏生病 那自然就挺太医的 静养便是 但沈娘娘并非不治 玉儿的病 是遭人诅咒所致 想要玉儿痊愈 那定要处罚害她的小人 你看 残忍多虑了 玉儿从娘胎里带来了喘疾的病根 这几日天气变化无常 她不慎受了风寒发作 扶姐姐要好好休息 自会缓解 与人无关 与人无关 这东西 是两日前在后院时下发现的 当时便禀告了娘娘 娘娘自恃不屑为这样的小事操心 并不肯查 现在名正在此 娘娘却说与人无关 此等巫蛊之事 宫内本就是严禁的 五义已经派人聚查尚无结果 然而 此等邪说 乃是无稽之谈 玉儿之病 与此无关 但是我刚刚得知 就在两日前 辉柔在后院湖畔对月念念有词 这又是在她去过的地方搜出 我适才亲自去问过辉柔 辉柔 可是对去过后院之事 供人不会呢 隔地自然是绝不可能的 但是如何应对 可效仿汉堂 效仿汉堂 何卿 此任辽主其实并非好战之人 之前已多次表示 想与我朝更亲近些 如今 辽皇子已接近婚礼 诞生为李正妃 我猜 等我们兼具还帝之后 他们便该和亲了吧 约尔被辉柔所害 娘娘却不肯下令彻查 究竟是为了什么 好 我不求娘娘多费心 我只求娘娘让她挡在 芙宁殿前的人手中让开 我要见官家一面 官家身体不适 前朝又是烦 是官家自己下令 这几日不见任何非疲 慧柔那丫头 心地如此歹毒 娘娘就这么维护她 就不怕官家知道之后怪罪 此事我自会取辰 不怕 物证在这里 人正是许内人 她亦愿意去作证 娘娘一向最强规矩 若不立刻处置 慧柔那黑心的丫头 怕是难以服众 我说你这儿 我本身是许内人可不得了 你这儿想要是 我本身是在许内人 我本身是许内人 我本身是许内人 你这儿想要是许内人 你这儿想要是许内人 我总是许内人 慧柔姑娘 可是大约五六岁有这么高 不错 那丫头刚过五岁 就是这样高碍 请问张娘子 许那人看见慧柔在后院祷告 可是在害时一刻左右 是 前晚陈颂所抄一经入坤宁殿 离开时因不守时内公路 误入之内院 无意中看到一白衣险卒的小女孩 对月祷告 此前陈四处找路时 听见二更的打更声 随后就碰到了她 应是害时一刻左右 那么你可听清 她祷告时 说了什么 她说 她的父亲病了 愿以身代赴 受十倍痛苦 还父亲安康 你为何会去后院湖边 姐姐 你肚子里还怀着 小弟弟小妹妹呢 你不要为别的事担心 现在招娘子去向娘娘告状 说你诅咒楚越 我能不担心不着急吗 小月儿是我的亲妹妹 我很爱她 我怎会诅咒她 她可曾行误 诅咒他人 绝对没有 那日我是在南门处遇到她 见这样一小宫女 赤足跑向湖边 脸上还挂着泪 全怕是小宫女受了什么委屈 竟然想不开 尾随她到了湖畔 谁知却亲耳听到她 对月为父祷告 后来 因被人窥见 她即刻离开后院 她没有诅咒他人 她也并未带死无趣 一派狐言 什么小宫女为父祷告 演得一出好戏 你是谁 为何要在这里编造谎话 维护凶手 若你真是遇到个 不认识的宫女在湖边 为何过了几日 你还能记得她说了什么话 做了什么事 臣那日起初是看她年幼稚若 当时又天黑 有些担心所以跟去 急听她为父亲祷告 自自带累 生生赤手 对那个小姑娘 深深赶佩 所以铭记于心 好 就算你当真遇到这么个人 宫内妃嫔 还有年长的女官 她们都有收养养女 这样的女孩不在少数 娘娘就这么肯定 她说的一定是辉柔 臣确实不能完全确定 那日所见的女孩 一定是张娘子所说的辉柔 但是臣对那个为父亲祷告的姑娘 记忆极深 为防有差 可否给臣片刻功夫 一纸一笔 臣可将那日所见的情形 小姑娘的模样勾画下来 你说你没有诅咒妹妹 那你为何那么晚去那边 做什么 你说呀 你若非兴许 你为何不肯说出来 说呀 你说呀 姐姐别生气 婚人没有干回事 婚人若是撒谎 就让爹爹娘娘姐姐 永远不爱婚人 张娘子那么矫横 你若不肯说出来找到证据 她不会放过你的 我得去找娘娘 我得跟她说清楚 不能让娘娘误会你 这不就是公主吗 这不就是公主吗 我得都要想 你受什么人指使 但是 罔顾天威 敢做假政 我倒不知 这宫里的烟奴竟这么出息了 随随便便就能画出个这样的画来 若说不是有人专门调教的 谁会相信 说 只是你的人是谁 谁 辉柔 苗昭仪 还是另有他人 臣不敢妄言 句句属实 现在呢 还是句句属实 你当真以为有人庇护便可以无法无天 就不怕我禀告给官家治你的亲君之罪 够了 跟内臣动手有失身份 她是前省内臣梁怀吉 在汉陵书院当差 连辉柔是福康公主的闺名她都不知道 能受何人之事 公主 臣不知是公主 臣未曾避回公主名讳 请娘娘降罪 是 好一场唱作俱佳的戏啊 不知者不为过 请福康公主到殿里来 不必行动苗娘子 若她问起 就说我要拷问惠柔前几日的功课 是 你身子这么重来做什么 娘娘 我让绣娘叫辉柔过来 你先起来 娘娘我都听说了 辉柔年纪那么小 哪里会懂这些巫蛊之术 何况她一向极爱又美 根本不可能做出此事 望娘娘彻查 还辉柔清白 你既然相信辉柔 又担心什么 难道不信我会秉公处理 坐 是臣妾 是臣妾糊涂 听人说张才人误会回容 一时心急便赶了过来 误会 这真的是误会吗 更何况 这世上 还有谁 比她更怕月儿分走了官家宠爱 她小 我亦觉得 她自己一个人做不出这所有事 若不是有人指示 也是有人帮忙 方才我已经拆人叫辉柔过来 大约与苗娘子刚好错过 既然来了便多待一会儿 是非对错 也当着所有人 分辨个明白 辉柔 月儿 都是官家的心头肉 亦都叫我娘娘 我不会让任何一个 受半点冤屈 你觉得 辉柔会不会因为 官家宠爱幼魅而嫉妒呢 辉柔性子开朗活泼 老家还上次年幼 身边又都是娘娘 苗娘子这样的端庄之人 露丝几个也都是正派 她哪里会做什么巫蛊之事啊 我又没有说她要做这件事情 我是想 辉柔会不会确实有些嫉妒月儿 毕竟 毕竟月儿的姐姐是张才人 张才人夺得苗张仪的丑 苗张仪一定也是恨张才人的 那么辉柔嫉妒月儿 也可理解 杨杨子温柔冬厚 不会确恨别人的 辉柔 见过张才人 是 我原受不起公主这一礼 今日 只求福康公主 道出后院实情 劫我月儿之咒 若能让我月儿痊愈 别说不给我行礼 就让我给她行礼 都无不可的 灰柔 前日夜里你去过后院吗 去过 去做什么了 爹爹好些了吗 爹爹好多了 今日已不必扎针 那就好了 你去后院对月祷告 为爹爹祈福 这份孝心 天上的众神必然被感动到了 娘娘怎么知道 天可怜见 那日公主偷偷去后院 替官家祷告 正正让她撞见 否则公主一片赶天动地的孝心 倒是害她被误会 侮辱 好孩子 我该怎么谢你才是啊 若不是你 公主这小小年纪便要背上一个 说不清洗不掉的黑锅 清白名声被玷污了 叫我这做娘的该如何是好 你是我们母女俩的恩人了 臣只是将亲眼所见 实言禀告 况且公主血统高贵 冰清玉洁 敦厚淳孝 有官家和皇后爱惜 天神庇护 有没有臣 都会福寿安康 幸福顺遂的 好 我问你 这东西 这东西 为何会正好出现在你去后院之后 你若不是先虚 为什么一生不可 慧柔 若你与此事无关 我们就和张才人解释一下吧 我不会做 不会做什么 慧柔你说话呀 现在张才人误会你 你恰巧又去了湖畔 那个娃娃一在湖畔便发现 你如果没有做你要解释清楚啊 慧柔你怎么了 你去湖畔便给爹爹祷告 如果不是碰到怀疾 谁能证明你的清白 现在让你解释一句 你倒是不肯了 苗娘子 慧柔还这么小 今日又受委屈 又被质问 肯定是惊着了 哪能一时想出来想明白 慢慢来